副市长贾朝轩和他的情人苏洪秀躺在床上议论着东周的观察 其实主要话题还是贾朝轩将来的去向和位置 当然了贾朝轩对他的去向和位置基本上已经了然于胸 只是一部分还不能全盘托出给苏洪秀 而苏洪秀呢 躺在他的怀里裸露着身体再次向贾朝轩表示 他爱的不是他的位置而是他的人 可是贾朝轩究竟有什么样的优势能够吸引这位漂亮的女主持人呢 哼 我想在贾朝轩的心里和苏洪秀的心里 无非都各有各自的算盘吧 他有所需 他有所求 话分两头 这边 省驻京办主任新泽金是非常着急 因为自从他知道丁能通要把他们的市驻京办搬到五星级酒店里之后 他就更加上火了 他想不通自己辛辛苦苦在北京工作了十几年 竟然赶不上他丁能通在北京驻京办三年的时间 而且这三年比他要在北京干十几年还要强 于是 新泽金背负着一种屈辱感 一种使命感 拿着那份建议书 再次来到了省府大院 他这次要说服的是赵长征 赵圣长 这些功能 现在的驻京办都有啊 新泽金插嘴道 是啊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驻京办 有的在北京兴建级联络接待和服务功能预体的办公大楼 这些占据京城黄金地段的驻京办事机构 一般以省命名 有的还是星级豪华酒店 我们省当时没有跟风 而是买了一座老楼 改造成了二星级酒店 使用至今 你老心 也在那工作了十几年了吗 可是赵圣长 有些省市驻京办都在与时俱进 我们省的驻京办落伍了 跟不上形势了 新泽金见赵圣长反对的态度坚决 有些激动 泽金同志 正因为这些年各省市驻京办相互攀比 才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你知道老百姓管驻京办叫什么吗 第二行政中心 大使馆 行公 连国家审计署审计长都批评驻京办在跑步前进 这两个字你知道吗 跑步的步是部门的步 前进的钱是钱财的钱 是的 驻京办也成了公款接贷的大背影 我知道驻京办各个神通广大 想见五星级 只要省政府同意 明年大楼就能住起来 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推动下 驻京办的功能必须随之改变 赵圣长 各地都在强化驻京办的功能 我们总不能弱化吧 起码你这个驻京办主任 不能整天陷在应酬和接待事务中 要在信访 社会协调 解决我省公民进京人员的困难方面 拓宽空间啊 要强化 明本内涵 稍搞性明正言顺的特殊化 新泽金 建五星级驻京办的设想破灭了 他失望的走出赵长征的办公室 本仍不死心 心想 新建不成 可以在扩建改建上做文章 于是他灵机一动 又钻进了刘光大秘书的办公室 就在新泽金 在省城活动新建驻京办大厦的时候 东周市黄县县长林大可 和县驻京办主任罗小梅 找到了丁能通 林大可和罗小梅 拎了不少黄县的土特产 吹开了丁能通常驻的八栋六号房 林大可当兵出身 是一个豪爽的人 长得五大三粗的 说话也瘟声瘟气的 罗小梅据说是黄县第一美人 是通过招聘 选拔到县驻京办主任位置上的 起初在现电视台做主持人 与丁能通脚前脚后进的京 三十岁左右 长得娇小妩媚 看上去精明干练 两个人一进门 林大可身上就带进了一股 风尘仆仆的汗臭味 罗小梅却是香气扑鼻 这一香一臭 搞得丁能通晕晕乎乎的 不知二人不请自盗 要唱什么双黄戏 服务员为两位倒了毛尖茶 又上了水果牌出去后 丁能通问 啊 狄县长 无事不能三宝殿吧 能通主任 说实话 我和罗主任还真有要事相求啊 林大可开门见山的说 丁能通闪了一眼罗小梅 罗小梅马上送上来一眼秋波 丁能通想被垫了一下 赶紧闪开了 心想 哎哟 这女人不简单啊 眼睛会勾魂 丁能通与罗小梅 虽然都在北京 但平时各忙各的 所以打交道并不多 丁能通掏出一支烟 扔给林大可问 黄县在东周可是财大气粗 我这个小助经办能帮什么忙啊 丁主任 罗小梅柔声细语的说 听说是助经办就要入住北京花园了 林县长的意思是你们搬走后 老助经办能不能让给我们做县助经办 我们现在的县助经办条件太差了 想改善改善 丁能通心想 好灵通的消息啊 我还没行动呢 他们去先下手了 啊 罗主任有所不知 市助经办这个位置原来是个军营 现在这块地也是市政府租部队的 如果我们搬到北京花园 这块地恐怕就要还给部队 如果你们想要这块地 我可以给你们搭个桥 你们再与部队谈 能通 林大可原征二目说 这么好的地块 为什么不买下来呢 李县长 丁能通笑了笑 这是前两届政府的事 据说当时七百万就可以买下来 但是市政府舍不得拿这笔钱 现在恐怕一个亿 人家也未必肯卖了 哎呀 可惜呀 真可惜呀 林大可爆汗地说 林县长 买我们是买不起了 我们可以接着租啊 罗小梅柔媚地建议道 林大可想都没想地附和道 对对对 能通啊 你给搭搭桥 我们现在可以接着租啊 丁能通心想 这个林大可可真有点意思啊 罗小梅只是这么一说 他就同意了 哎 看来什么样的英雄 都过不了美人关呢 哪个英雄 要是过得了美人关 一定是得了生命疾病 啊 好说 为家乡服务 是我们诸经办 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吧 罗主任 丁能通圆滑地说 丁主任 我们黄县驻经办 以后还要仰仗 是驻经办的大力提携 是驻经办 就拿我们县驻经办 当你们下手单位 就叫我小梅好了 罗小梅 妩媚地一笑 丁能通暗自 佩服这个女人的美丽 心想 早知道黄县有这等人才 先下手挖来 不过 看样子 现在挖已经来不及了 心中不免有些遗憾 小梅 咱们驻经办 都是一家人 何况 咱们都是为东周服务呢 可不是嘛 我听说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驻经办 有三千多家 这家伙 你们要是联起手来 谁也不是对手啊 林大可 赞叹道 丁哥 我听说 在北京 还有全国省市区 驻经办协会 每年都搞联谊活动 不过 好像只招收市议级会员 什么时候组织活动了 也请丁哥 领我们见识见识 罗小梅 不一会儿的工作就改口了 搞得丁能通 心里痒痒的 心想 这女人真是 所办事处工作的天才 天生的优务啊 啊 这两年 也向县市政府 及企业的驻经办 敞开了大门 小梅 要是不嫌弃 改任我把协会的理事长 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那可是了不得的人物 手里的联络图物 可以纵横天下呀 林大可似乎对联络图 几个字特别感兴趣 睁大眼睛说 丁主任 以后这样的神人 都往我们县里灵灵 我林大可 忘不了兄弟的好 李县长 有魄力 当今世界 是经济全球化时代 哪一级政府 如果不重视 驻经办的建设 就是不懂得与时俱进 要知道 驻经办在古代的前身 是会馆 中国国民党 就是孙中山 在湖广会馆里建的 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 也是在绍兴会馆里创作的 当时的会馆 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崇文 宣武二区之内 以宣武区最多 由于有了众多的会馆 汇集了大量的文人学者 还产生了宣南文化 而宣南文化 又是北京文化 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现如今 大多数会馆 成了居民大院 甚至成了威妆 还令人遗憾 丁能通卖弄的说 哎呀 丁哥 你可真有学问 原来 驻京办 是由古代的会馆衍生的 怎么说 驻京办文化 也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载入史册了 罗小梅 由衷地叹道 是啊 驻京办 以会馆的形式存在 可以追溯到明代 甚至更早 只是文革时期 被查封掉了 改革开放以后 驻京办如雨后春笋般的 从省级发展到县级 有些人认为 太多太烂了 但 这是形式发展的需要 不足为奇 你们想 北京是首都 全国各地 为了与中央各部委联系 获取信息 观察动向 自然少不了驻京办 况且 有些领导进京后 颇有到了北京 才知道官小的感触 有了驻京办 就像有了家 再加上招生引资的需要 怎么可能离开驻京办呢 丁能通 颇有感慨的说 林大可 很有同感 是啊 所以 请丁老弟与黄县 多亲多亲 拉我们驻京办一吧 小梅啊 别忘了向丁主任 多请教啊 丁哥 上个面子 一起出去吃顿饭吧 罗小梅 妩媚的邀请他 不行不行 明天 我陪贾市长去香港 改天吧 等从香港回来后 我做动 丁能通 诚恳的 谢绝了 林大可见 丁能通 确实为难 豪爽的笑道 小梅啊 想着这件事啊 等着丁主任 从香港回来后 告诉我一声 我专程从黄县 飞过来 请丁主任 正说着 林大可的手机响了 他一看 是黄县政府办公室 王主任拿来的 诶 王主任 找我什么事啊 林县长 你赶紧回来吧 市委副书记李卫民 在黄县微服私房 检查中小学 微房改造情况 县教育局 把中小学 微房改造资金 挪用装修 县教育局大楼 李书记正在 县政府会议室 大发雷霆了 啊 林大可听后气愤的说 县教育局 胆子也太大了 啊 连我这个县长都敢买 你照顾好李书记 我明天就飞回去 你告诉李书记 我当面向他检讨 并保证 黄县一个月内 没有一所学校有微房 林大可挂断电话 无奈的说 能处啊 让你借窍了 我才离开两天 这县里就出了这么大的事 双方又寒暄了一会儿后 林大可和罗小梅 才告辞 丁能通送走林大可和罗小梅 心里感觉空落落的 他打开笔记本电脑 进入金冉冉的心情日记 发现很长时间 不写日记的金冉冉 最近又写了一篇短文 题目是 金生不再做情人 刚 上辈子 我一定是欠你的了 所以金生 要用我的肉体来偿还 用肉体 用肉体还了还不够 还要用感情还 可是 你只需要我的肉体 不只是我的感情 竟然要求我做你的情人 情人 本来就是享受沉沦的 我们只能厮守在黑夜 太阳 还没有来得及 放出它的第一道光 露珠 还在花朵上 做着黎明的梦 你别逃了 枕边 还留着你的气息 然而 就连这点气息也渺渺散去 看来 我们终究是要散去的 晚三 不如早三 从今以后 我不再做你的情人 要做就做妻子 佛说 今生嫁你的人 是前生葬你的人 我不嫁你 因为我要葬掉我们的情 我走了 百转千回 望望望你 忽然想起李商隐的 锦情 此情 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 以往人 丁能通 久久望着 笔记本电脑的屏幕 异常生气 他看出来了 那个叫刚的男人 又去纠缠金然然了 看来 两个人仍然 藕断思连 不过这篇日记 说明 然然 已经下决心离开他 丁能通 在对刚的无耻气氛的同时 也有些责怪然然 太儿女清长 受了伤害 还不吸取教训 想到这儿 丁能通 给金然然打电话 他想以兄长的身份 提醒他几句 金然然的手机 居然关机 李卫民 在黄县政府会议室 大发雷霆后 让县政府办公室 王主任 准备了几辆自行车 他逼着主管教育的牛服县长 和县教育局勤局长 与他一起骑车下乡 他要让这两位 不谋正式的领导 亲眼看看孩子们 在什么样的校舍里读书 一连走了四五个村子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王主任 相信李卫民和小唐 就近吃饭 李卫民说 前面就是天沟乡了 我们看完那里的学校后 去乡政府吃工作餐吧 几个人 又骑了半个小时自行车 才到了天沟村小学 几个人停好自行车 推开破离把门进去 有几间教室 一间一间推开门进去 王主任打着手电筒罩着 每间教室都破得四处透风 窗户上塑料薄膜扯碎了 在夜风中哗哗作响 李卫民要过王主任手中的手电筒 照了照屋顶 屋顶透见了天上的月亮 李卫民拍了拍教室破旧的墙壁 看了看月光下 毫无修建痕迹的冷清的学校 痛心的说 各位领导 你们忍心让自己的孩子 在这样的教室上课吗 啊 牛副县长 秦局长一脸的尴尬 牛副县长说 李书记 昨天我已经接到林县长的电话 命令立即整改 他正从北京往回赶了 要当面向您检讨 他的检讨我不听 我要的是行动 秦局长 你这个教育局长 面对这样的校舍在装修豪华办公室 你能坐得住吗 啊 李书记 我们错了 马上改 马上改 秦局长哭丧着脸说 改 微方改造资金 用在装修办公大楼里了 怎么改 啊 我告诉你 一个月后我还来 如果你们跟我做官样文章 对不起 你们到微房校舍去办公 孩子们 到县教育局机关大楼去上课 李卫明说完 骑上自行车 向天沟湘政府骑去 几个人骑着自行车 消失在夜色中 感情的事 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本来 金冉冉已经跟他的钢哥分手了 哎 没办法 不知道又怎么回事 鬼使神差的 又回到了钢的怀抱里 当然 这些过程和事情 是丁能通 事先没法预料到的 因为丁能通 太忙了 他忙活在领导之间 忙活在东周和北京之间 忙活着他大大小小的 所有的琐碎的事情 也只有在闲暇的时候 才能抽出点时间 想想他的妹妹金冉冉冉 不过 不想还好 一想 看到了他自己的留言 更生气了 他没有想到 妹妹金冉冉冉 跟自己说得好好的 他已经跟钢分手了 但是 他又在他的留言之中 说了这样的话 在丁能通的心里 隐隐有一种 气氛 和痛楚 这种感觉很复杂 似乎 超越了 兄妹之间的感情 唉 不管怎么样 不去管他了 李卫民 在黄县政府会议室 大发雷霆后 让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准备了几辆色行车 他要带着牛副县长 和县教育局秦局长 一起骑车下乡 唉 这位一本正的领导 让这两位领导 很难堪 难堪到 反正 心里不舒服 飞机快着陆了 丁能通 睡醒了 从机窗向外望 正是下午时分 天空 晴得像一幅画 天是蓝的 海 也是蓝的 偶尔有几个小岛 从海水中 露出轮廓 点点白帆 在海面上点缀着 从天上看 大雨山 像极了女人用的手袋 连通香港本岛的两座桥 好像白色的袋子 岛的形状 稍有椭圆的意思 因为新机场跑道 是填海建成的 骑耍耍的 正像一个手机袋 挟附在手袋上 七八年前 给肖鸿林当秘书时 陪肖鸿林 到过一次香港 那是召开 东周国际央阁节新闻发布会 在丁能通看来 香港永远是在变化的 看不到他的沧桑 只能感觉到他的繁荣 因为这是一个表面繁华拥挤 骨子里又有几分傲气的城市 甲朝宣 陈副中 苏洪秀和丁能通 上了香港黄河集团总经理 水静红的子弹头面包车 穿过繁华街路 水泥森林如过眼晕焰 丁能通一下子想到了上海 觉得两座城市比起来 香港就写旧了 然而 正是这份旧 让丁能通觉得 香港越来越有味道 很显然 甲朝宣与水静红早就认识 只是没有陈副中与水静红那么熟 陈副中与水静红互称陈哥水哥 起初丁能通很纳闷 怎么对方都称给子为哥 还是苏洪秀好奇的问过后 水静红解释完 丁能通才明白 原来 东南亚大老板之间成了好朋友 为表示尊重 不论大小 一律互称兄长 丁能通心想 哎呀 看来陈副中与水静红 熟得已经不分彼此了 奔驰停在香港黄河集团总部大楼前 水静红亲自引领众人走入电梯 在四十楼电梯口 香港黄河集团董事局主席黄汉陈先生 亲自迎接贾超轩 丁能通心想 如果自己和陈副中来的话 是绝对见不到这位明镇海内外的商界态度呢 在黄汉陈先生豪华宽阔的办公室 众人分宾主在圆形沙发上落座 透过明亮的落地窗 是繁华的维多利亚海湾 让人望一眼就会赞叹不易 因为香港是彩色的 贾市长 上次我去东州 陈蒙陈先生的引荐 来跟豪爽热情 深深的打动了我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 黄汉陈显然对贾超轩的印象不错 才会亲自接见大家 啊 黄先生一向目光高远 东州是虎巨龙盘之地 风水好得很啊 有东方卢尔的美誉 您在东州投资 我会全力做好服务的 啊 贾超轩的谈吐 让丁能通有些刮目 因为贾超轩表现的风采 不像是一座省会城市的常务副市长 更像是与黄汉陈一样的大牢 啊 事事事啊 东州 确实是一个投资的好地方 经过考察 我依然决定 与陈先生 共同投资这一座东州最好的五星级酒店啊 呃 我听敬同说 你们做经办有一丝投资北京花园 希望与我们合作 既然贾市长出面了 我们一定深重考虑啊 哈哈哈哈 啊 我先生 北京花园的硬件设施 是一流的 地别也非常好 哎呀 只是多年来经营不善 如果香港黄河集团能够介入 我们驻京办一定会精诚合作 啊 黄河集团的酒店管理水平是世界一流的 我相信 有香港黄河集团的介入 北京花园一定会创造奇迹的 哈哈哈哈哈哈 既贾市长的急言 我们会派考察小组对北京花园做全面评估啊 请贾市长放心 我们是不会放过硬核发财的机会的 哈哈哈哈哈哈 黄河沉说完 爽朗地大笑起来 啊 太好了 我这次来 特意请我省的全国著名书法家布医老先生 为您写了一幅字 我知道 您特别喜欢书法 希望 您能喜欢这幅字啊 贾朝鲜说完 丁能通和陈佛中赶紧展开画轴 画轴上呈现紫气东来四个大字 厉透纸杯 刚进飘逸 哇 好苏法 好苏法 贾市长 这份礼物很珍贵啊 王汉辰欣赏了一番后 水晶红小心翼翼的收起花轴 王汉辰从自己的书柜中 取出四本精美的大画册 送给贾朝鲜 陈佛中 丁能通和 苏洪秀 贾市长 这是一本 关于我生平经历的画册 画册 本页上 已经提前了我的名字 送给你们 做个纪念吧 哎呦 哎呦 谢谢 谢谢 哎呀 谢谢 谢谢 众人连声称谢 金红啊 黄先生接着说 贾市长难得来一趟香港 你好好安排贾市长看看香港哦 哎呦 黄先生 香港我来过多次了 早就领略了香港的返华啊 哎 很多人都觉得 香港是一座商业城市 忽略了它在文化和艺术上的成绩 其实香港最大的魅力在于不同文化的金融并序啊 无论是艺术还是建筑等多方面呢 都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点哦 哎呦 贾市长啊 看香港 可不能走马滚花啊 我建议你去中环的花园道 圣约翰教堂看看 那座教堂 以十三世纪英格戈特式建筑为蓝本 它的屋顶 由巨石为墙 又有修长仙载的光顶窗 还有支持屋顶的木构架 架子与屏风 都有十九世纪流行的唯独压式的图案 狠着的一看啊 哎呀 丁能通感慨这位商界太斗内在的修养 相比之下 贾朝圈和自己都太浮躁了 贾市长 到香港观光 只要留意一砖一碗 就不能发现不少古建筑 正是这些东西 让香港这个地方体现出厚重的文化气息 水晋红补充道 黄先生 难得见到您 能和您合个影吗 苏红秀柔美的说 哦 没问题 没问题啊 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黄汉晨说完 叫进自己的女秘书 为大家合影拍照 晚宴上 水晋红请大家吃了最好的干捞吃 五个人打车来到维多利亚港 苏红秀在奇力温情的夜风中 显得如女神般温秀 贾朝圈兴奋极了 五个人乘坐天星小轮 欣赏港岛夜景 维多利亚港夜色的美丽 无疑是荡气回肠般的精神享受 白天的一场小雨 洗得天上海上和地上都清清静静的 到了夜里 空气清新极了 极目天书 清清楚楚的瞧见几团白云 仿佛是贴在山边和楼顶一般 一切的困乏 凡有和无聊都荡然无存 只留下轻盈通透的灵性 和这清新的海风 自由舞动 两岸灿烂的灯火 勾画出维多利亚港的轮廓 头顶上各种招牌的霓虹灯 静相闪烁 跳跃 把港口装饰得富贵豪华 长达树里的灯色中 变动着的只有两处 中环广场尖顶上的一小间霓虹灯 不住的转换色彩 中环中心 从下往上 渐密的横条状图案 渐渐的变色 一只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测穴 一轮一色 蓝色的海水 在夜幕中慢慢变暗 不远的群山 也渐渐融入了苍穹 夜色中的维多利亚港 有着万般的风景 那荡漾在对岸的灯火 忽明忽暗 珠光宝气般闪烁的妩媚 看着水中摇曳的万家灯火 听着水上悠扬的声歌管弦 香港在农业里 活泼泼的香艳起来 能同啊 小给你打好了 能不能成 就看你的本事了 甲朝鲜 站立船头 双手插着腰说 苏鸿秀 挽着他的左臂 感谢老板 对我们注尽办的关怀 我一定全力以赴 促成此事 丁能通很兴奋 他迎着海风 信誓旦旦的说 福中啊 我看明天白天也不用水静红陪着了 我陪洪秀买几身衣服 晚上咱们就上赌船 一提到赌船 丁能通心里就发紧 此行的目的是促成与香港黄河集团合作 丁能通对赌船毫无兴趣 但是 躲也躲不掉了 明天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想到这 丁能通有一种上贼船的感觉 轩哥 我都等不得了 苏洪秀柔媚的说 狐笑 上了赌船 我怕你下不来了 陈服中色眯眯的说 嗯 为什么 苏洪秀沉道 因为啊 你长得太漂亮了 我怕你被船长收到 海上金银钢的 哈哈哈哈 陈服中说完哈哈大笑 轩哥 你也不管管他 真欺负人 哼 众人说笑间 船靠了岸 丁能通回望海市渗楼般的夜色 有一种悠然如梦的虚妄 但他不愿意醒来 因为夜香港的繁华与风情 浪漫与其力 实在美得化不开 道不清 难怪是人对荣华富贵 如痴如醉 看一眼 晶莹剔透的维多利亚夜色 就全明白了 李卫民在农村跑了一个星期 非常疲惫的走进家门 这次微服司法 他觉得收获很大 在检查中小学 微旧房改造情况的同时 李卫民顺便对农民增收问题 进行了调查 他觉得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 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过去行之有效的通过增加农产品产量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办法 已经明显失效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 去有新思路啊 妻子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见到丈夫了 听说今天晚上丈夫回来 吴孟林回到家 就赶紧买菜做饭 想好好犒劳一下丈夫 柔和的灯光下 妻子还是显得那样年轻俏丽 处处动人 女儿长得太像母亲了 一想到女儿 李卫民心中就油然而生自豪感 平日里 不管有多忙 也不管有多累 只要一回到这个家 只要一回到这欢乐温馨的氛围里 所有的烦恼和沉重 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如今女儿翅膀硬了 要飞到大洋彼岸求学去了 夫妻俩既为女儿高兴 心中又觉得空落落的 李卫民一进家门 就发现妻子今天格外动人 梦玲啊 今天没看见年轻了 今天韩丽真过生日 中午吃完饭后 请我们几个女同学 到他们医院下手的美容院 做了个美容 吴梦玲和韩丽真 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 两个人从小就要好 啊 梦玲啊 以后这样的便宜少占 啊 朝宣和立真 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我一直替他们捏着把汗 好了 我知道了 快洗澡吧 李卫民碰碰碰的 起了个鳞 吴梦玲温柔的说 卫民 饿了吧 看我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 李卫民穿着睡衣 走到饭桌前 他先用鼻子吻了吻 兴奋的打开砂锅盖 小鸡炖蘑菇 太好了梦玲啊 快来 趁热吃 夫妻俩一边吃饭 吴梦玲一边说 卫民 卫民 女儿拖钱雪里烧回来 一个包 我忙着给你做饭 还没来得及看 不 哎 女儿烧什么给咱们拿 嗨 还不是一些不愿意穿的衣服 要去美国了 不能什么都带去 吴梦玲 温柔的看了一眼丈夫 起身去拿包 啊 梦玲啊 吃了饭再看吧 吴梦玲神秘的说 卫民 说不定 有女儿的照片 也不知是胖了 还是瘦了 一提到女儿的照片 李卫民也兴奋了 催着吴梦玲快打开 吴梦玲打开包后 发现除了女儿的衣服外 还有一个牛皮纸袋 哎哟 这是什么呀 吴梦玲脱口问道 嗯 快打开 说不定 女儿的照片就在这里 吴梦玲赶紧打开了牛皮纸袋 不打开则已 打开一看 里面竟是两款崭新的人民币 这是怎么回事 啊 李卫民警觉的问 我也不知道啊 吴梦玲一紧张 从牛皮纸袋里 调出一封信 李卫民一把抢过来 打开一看 就几句话 李叔姐 我听说孩子要去美国读书了 很为他高兴 这两万元人民币 是我这个当叔叔的一点心意 钱钱给他当路费吧 钱学礼吉日 啊 李卫民看后 一巴掌拍在饭桌上骂他 这个钱学礼 竟敢公然向我行贿 吴梦玲 捡起阵落到地上的信 看后说 卫民啊 钱学礼也是好意 爸这些年有病 花了咱不少积蓄 再加上女儿上学 要不咱就 哎呀 孟玲啊 你真糊涂啊 亏你还是个人民教师 爸平时常讲 吃人家的嘴短 拿人家的手短 我李卫民的党性就值两万 那 那这钱怎么办 怎么办 既然送来了 就别想再拿回去 嗯 吴梦玲一愣 什么 送来了就别拿回去 你 你这意思不是收下了吗 他不解的看着账子 好了 孟玲啊 这件事 要我来处理 啊 饭都快凉了 快吃饭吧 李卫民说完 滋溜滋溜的喝着鸡汤 吴梦玲不知道 丈夫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头卧水的看着他 新泽金 从东周回到北京后 心里一直有个疙瘩 丁能通用什么办法搞到北京花园的呢 新泽金想弄明白 他和前学礼都在北京都在北京混了十几年了 熟的很呢 新泽金心想 前学礼与丁能通关系微妙 也许从他嘴里能套出点真东西啊 贾超宣丁能通一行人到香港起作用了 这桥已经和香港黄河集团搭上了 接待他们的是水静红 而且丁能通看出来 水静红和陈富中他们非常熟悉 熟悉的让他都有点害怕 哎 难怪 一有权 二有权 这权权结合 能量就更大了 丁能通非常庆幸 他能请着贾超宣来 要不然 这桥能不能搭上 还在量说呢 让丁能通更加感慨的 是香港维多利亚港湾的漂亮美景 哪怕是在夜晚 那点点的灯光星火 都让他陶醉 他想冲出来 但他更愿意沉睡其中 因为这是他内心中 想要融化在这氛围之中的最真实感觉 李卫民收到了女儿从北京烧回来的包裹 妻子吴孟林打开了包裹 里面最显眼的是两达人民币 这两达人民币是钱学李送的 也不知道这个钱学李是聪明还是愚蠢 说他聪明 说他聪明呢 是 他送礼的理由很充分 而且他送的也比较合情合理 但是说他愚蠢 他不是不知道李卫民是什么样的人 他怎么敢用两万元的糖衣炮弹 去攻击李卫民呢 这样的后果只能是 哎 先不提了 新泽军从东周回到北京后 心里确确实实不舒服 他真的不知道 丁能通用什么办法换到北京花园的 准确说是弄到北京花园的 因此他想知道 他想到一个人 那就是钱学李 想到这 新泽军新生一计 新泽军心里清楚 丁能通这小子 猴金猴金的 难对付得很 而且背后还有萧红林做靠山 热不起啊 萧红林明年年底换届 还有可能接替赵长征 说不定到时候 丁能通还能生 他这么能干 顶了自己这个省驻京办主任的位置 也不一定 新泽军已经53岁了 他有一个最大的心愿 就是在省驻京办主任这个位置上 干到退休 因为他早就把老婆孩子 扮成了北京人 而且安排了比较好的工作 新泽军从骨子里 喜欢北京 在中国最有钱的人 不是福布斯名单上的人 而是隐藏在北京山里的豪华别墅里 动不动就看一场 几千元美金一场票的杨演出 出入的场所 都是像美国骷髅会一样 神秘的名人富人俱乐部 这些人背景神秘 身后不险山不露水 很少公开自己的身份 有头有脸打点自己生意的 却是自己的喽啰 这些人的背景就像大海 要多深就有多深 人家活的才叫富贵呢 新泽军喜欢北京的文化氛围 能在北京立足的人 都是有本事的人 自己在北京混了十多年了 省里的大小事情 只要与北京有关的 都得新泽军出面 就因为这一点 他与省市领导的家属子女 混得滚瓜烂熟 省里的事 没有他新泽军不清楚的了 可是 东周市驻京办来了个丁南通 让新泽军延绵扫地 过去 东周市驻京办 没少仰仗省驻京办 丁南通来了以后 抢尽了风口 大有掉过来的势头 新泽军确实有些不安了 这些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各省市区县的驻京办主任 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驻京办主任 在十几年前还像个官 现在 随着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的面越来越大 驻京办主任 越来越像个国企领导 地方政府 只负责边内人员的工资 其他资金 由驻京办自筹 这无疑给驻京办 提出了新的课题 也给驻京办主任提供了新的机遇 俗话说 变则通不变则呆 对于驻京办而言 等靠要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只有积极开拓 不断探索 勇于改革 才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 你赵长征不给驻京办出路 我新则金 自己找 新则金 非常了解 前学里的秉心 只要有漂亮女人 嘴就拔不住门 新则金讲 这个女人 必须是圈里的 这样 才有共同语言 她想来想去 想起了东周市黄县驻京办主任 罗小梅 那可是一个 可以让任何男人看一眼 就着迷的女人 前学里也熟悉 想到这 新则金 狡狭的笑了 爱是一时的 恨 却可以是永远的 自从金冉冉 被刚伤害之后 她觉得自己的心 被男人伤得已经千疮百孔 她本来 是想认真做一个情人的 因为她懂得 两个人真心相爱 不一定要结婚 因为婚姻与爱情 原本就是两码事 我们在邂逅相逢时 用我们自身的想象 做材料 塑造的那个恋人 与日后作为我们终身伴侣的 那个真实的人 毫无关系 金冉冉骨子里的暖 被这个叫刚的男人 化作了冷 又被丁能通融化成水 但刚只要入身 根本没有真爱 哎 女人是水作的 天生灵秀 经过深思熟虑 金冉冉发现 丁能通让自己做保姆 听起来太冷酷 实际上是为自己好 金冉冉骨子里 喜欢挑战自己 从小就有出人头顶的梦想 北京这座城市的繁华 与上海不同 北京是男人的野心推动运转的 上海 起码有一半是靠女人的名利心滋润的 北京的胡同里飘荡着奴性 大街上充斥着野心 无论野性还是奴性 都是征服者的游戏 带有男人身上的汗抽味 上海的雨丝 是阴柔的 那法国武同的树影 都是婆娑的 丁能通给金冉冉 呈下了一片新的天地 金冉冉甚至对这片天地 有了一种莫名的憧憬 这种憧憬 小得他坐立不安 茫茫然的 他特别希望丁能通给他打个电话 最后还是忍不住 自己先拨通了丁能通的手机 秦泽金 既没把晚饭安排在哪个住厅办餐厅 也没安排在什么五星级酒店 而是找了一家极有特色的花味餐厅 因为这家餐厅 是专门以烹调各类鲜花为特色的 在北京可以吃遍世界 想吃什么都有 而且一定做的是全国最好的 新泽金 站在花艳仙装门前等候 抽了两只烟的功夫 一辆红色本田车停在他的面前 先是从车门中 伸出一只红色的休闲凉鞋 然后 就是修长的眉腿 罗小梅 从车上下来是 仿佛身体在香水中泡过一样 浑身都是风情 浑身都是暧昧 浑身都是秘密 由不得你不寻跳 粉色短袖小衫 配白色短裙 修长的玉腿 让人觉得此时的黄昏 像盛开的栅栏上的粉红色蔷薇一样 弥散着芬发 哈哈哈哈 哎呀 小梅啊 今晚的鲜花宴 与你太般配了 新泽金 垂涎的恭维道 新主任 不愧是上级领导 连请客吃饭 都这么有情趣 两个人并肩走进 桃红柳绿的餐厅 仿佛走进了鲜花店 啊 小梅啊 这家的鲜花宴 别具特色 如果不实现预定 根本没有位子呀 哎呀 太好了 鲜花美容养颜 新主任 你可真会请客 两个人走进包房 餐桌正中 是一个造型精致的鲜花篮 新主任将手一让 让罗小梅落座 傅小姐倒上菊花茶 罗小梅妩媚的一笑问 新主任 前主任怎么还没到啊 啊 马上就到 哎呦 这家伙刚从东周回来 好像丁能通去香港了 他们驻京办 就忙活前学里一个人了 新则新打着原唱 心想 东周的局面很复杂 何不借机了解点东周的情况 啊 小梅啊 东周要办花博会 你们黄线没争取一下 争取也没用 市里几个郊区都快打出人命了 特别是金桥区和西塘区 其实我们黄线在东周是养花大县 花卉已经有了产业基础 哎 没办法离市区太远 市里不会考虑的 哎 小梅啊 东周驻京办与北京花园谈得怎么样了 新则今 无心问话不会的事 他最关心丁能通是如何空手套白狼的 新主任 丁主任的办法 咱们俩谁也学不了 嗯 为什么 新则今不服气的问 因为你我都没给领导当过秘书 都拿不到特殊政策 哦 呃 丁能通拿到了什么特殊政策 新主任 你能在东周拿到一块最好的地儿吗 你能以这块地做抵押贷到款吗 有了好地儿 当然好贷款了 新则今心想 既然东周市驻京办搞了一块好地儿 我小舅子是搞房地产开发的 何不借机让我小舅子捞一把呀 你能不停地抵押 不停地贷款吗 这叫资本运营 就拿这次香港之行来说吧 常务副市长亲自出面联系港商投资 新主任 您能请动常务副省长刘光大 去香港拉港商吗 小妹啊 说话得给老姓留点面子 据我所知 刘副省长非常支持省渡京办的新建工作 说话间 前学里胖乎乎的走了进来 光秃秃的光脑壳 被鲜花映得五颜六色的 哎哟 老钱啊 哎呀 你来晚了 得发酒啊 新泽金趁道 然后一个手势给小姐 让她上菜 很快 小姐就端上来一盘又一盘的鲜花菜药 油炸成金黄色的银血鱼上 撒的是点点玫瑰花瓣 鲜嫩洁白的角白 被切成薄片状 和粉红的鲜桃花炒在一起 啤酒屑里加入了金黄色的菊花 清香一口 紧接着 是什么木棉花炒酱豆米 小百合花 酸腌菜汤 凉拌糖梨花 水煮芭蕉花 真可谓 红的四血 白的如玉 黄的成金 蓝的赛钻石几乎所有的颜色都在竹涅编制的餐桌上 集合了 小姐 真是太棒了 这些鲜花是怎么晕来的 罗小梅兴奋的问 啊 都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 傅小姐回答 哎 小梅 这家店老板是昆明人 总店在昆明 心泽金得意的说 哎 再来 咱们东周搞花博会的时候 在花博园附近 开一家这样的酒店 一定赚钱 钱学礼 故已决的说 钱主任 你这个想法太好了 要不 咱们撒河谷干吧 罗小梅认真的说 哎 罗钱 由小梅当总经理 肯定发呀 心泽金附和道 好 一言为定 钱学礼端起酒杯说完 挨个杯子碰了一下 然后一饮而尽 心泽金暗自观察 发现如果用花比喻女人 罗小梅就是万花丛中的牡丹 钱学礼 见了这朵牡丹就像换了一个人 酒也不停的干 话也不停的说 看他的眼神就知道 这家伙邪念 在不停的生腾 心泽金心想 时候到了 哎呀 老钱呐 听说 你改抓房地产开发了 钱学礼用餐巾纸 抹了抹油嘴 两片厚厚的嘴唇 不停巴搭着说 哎呀 妈的 万事开头难 我刚从东周回来 老金有辞职好的工程队吗 哎呦 老钱呐 你算问着了 我小舅子就是包工头子 辞职 没得说 啊 老钱 俗话说 肥水不流万人钱 哪天我介绍你们认识人士 啊 心泽金一心想从老钱那分一杯羹 没想到这个蠢货送上门来了 钱大哥 我表弟也是搞工程的 常言到 见面分一半 这么好的事 别拉下小妹呀 嗯 罗小妹一个秋波送上去 钱学里肉乎乎的脑袋一下子 蒙 仗得通红 哎呀 小妹 没说的 有大哥的 就是小妹的 钱学里肉乎乎的手轻轻拍了一下 罗小妹粉嫩纤细的相避 三个人会心的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 李卫民就让秘书小唐找到钱学里 即使在北京 也让他马上飞到东州 小唐拨了半天钱学里的手机 都是关机的状态 只好打电话到住京办办公室 寻吧 办公室工作人员说 钱副主任正在飞往东州的飞机上 大约十点钟落地 小唐只好用短信通知钱学里 到东州后 立即到李书记办公室 十点钟 小唐接到钱学里的电话 唐秘书 李书记找我呀 钱学里还猜不出李卫民找自己的用意 但他隐隐地感到 与他送的两万块钱有关 钱主任 李书记一直在等你 你快过来吧 钱学里坠坠不安地推开李卫民办公室的门的时候 自己送的两万块钱就放在办公桌上 钱学里怯声声地说 李书记 你找我 李卫民正在批阅文件 他头也不抬地说 坐吧 钱主任 钱学里预感到李卫民要向自己发难呢 心里紧张得不得了 他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 点了一支烟 但是 点烟的手 微微有些发抖 许久 李卫民 才冷冷地说 钱学里 你本事不小啊 嗯 敢给我李卫民送现金 一送就是两万块 两万块是个什么概念啊 嗯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行贿罪的立案标准 行贿数额在一万块钱以上就可以立案 李卫民把两万块钱 往钱学里面前一扔 点点 看少不少 钱学里脑门稀骇渗了出来 李 李叔姐 我是诚心给孩子拿点路费 没想到任您发这么大火 学里啊 我如果公事公办 你现在就得拿上你的钱 到市纪委说清楚 可是我不想把事情做绝 既然你的钱送来了 我也不能给你退回去 我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 李叔姐 您说 您说 我听您的 一会儿离开我办公室后 把这两万块钱 寄到黄县天沟村小学去 那里的孩子 正在透风露天的校舍里上课 下不为例 否则 别怪我李卫民不客气 李卫民素人的说 李叔姐 我照办 我一会儿就寄 立刻就寄 哎呀 钱学李恨不得赶紧离开李卫民的办公室 他做梦也没想到 世界上竟然有李卫民这样的人 一点人情世故也不讲 据说当官不打宋礼的 不过 这钱学李 是撞了一脑门子的包啊 不仅打了宋礼的 而且差点把这宋礼的送进监狱 怎么回事 钱学李自作聪明 说是 这李卫民的女儿的路飞 李卫民大发激活 当然 李卫民 还是想挽救钱学李的 要不 他早就把这两万块钱 往纪检机关一送 就了事了 钱学李的手机关着机 李卫民的秘书小谭 打了几遍电话都打不通 最后只能给他短信留言 当钱学李 看到这条短信的时候 他隐隐的感觉 要出什么事 因为 他从李卫民的唯民分析 李卫民这么快找他 而且这么迫切 要么是要解决什么事 要么 就是要发生什么事啊 果然 果然应了他的预感 李卫民 把两万块钱放到了他的桌上 当着钱学李的面 告诉他 把这两万块钱 寄到小学去 寄到黄县最贫困的小学去 这也算是钱学李 做的一件好事吧 哎 其实李卫民完全可以公事公办的 那钱学李 很可能为这两万块钱丢了钱 城 李卫民今天的做法 恰恰充满了人情味 他是想 敲山震虎 治病救人 钱学李 灰溜溜的走了 李卫民 长长的舒了口气 他走到窗前 望着市委大院 那个用花钢岩制成的大门娄子 越发感到他朴素 坚定 大气 雄浑厚重 贾朝轩一行 从香港回来 没有回北京 而是直飞东周 因为在香港 贾朝轩就得到消息 省委组织部下来一个考察组 是专为他和李卫民来的 这让贾朝轩非常警觉 因为在东周政坛上 没有人不知道 有两个人政治前途无量 一个是自己 另一个就是李卫民 省委组织部 在贾朝轩不在东周之际 不声不响的下来考察贾朝轩和李卫民 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不能不让贾朝轩警觉 其实贾朝轩 骨子里一直瞧不起李卫民 因为李卫民这个人 人情世故 从不放在眼里 干巴巴 硬邦邦 冷冰冰 一点情绪也没有 坚持原则 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了 据说市委机关 没有人愿意给他当秘书 更没有人愿意给他当司机 因为一点油水也捞不着 李卫民就像个工作狂 搞得秘书司机一天到晚 死累死累的 就说住房吧 所有副市级以上干部 都住进了常委大院 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局 几次做李卫民的工作 他就是不买 到现在还住在居民区里呢 机关干部都佩服他的魄力和干力 但对他不尽人情的劲 都大出 不过 老百姓都说李卫民好 因为不管多大的事 只要是老百姓的事 他碰上了准管到底 有时候撕破脸皮 搞得下属一点脸面也没有 还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说 老百姓的事没小事 一脸很正经的面孔 据说李卫民从未洗过桑拿 现在仍然坚持在市委机关 澡堂的洗澡 也没去过官厅 这种人也没有娱乐细胞 谁也比想起了这个饭 上次在北京 贾超轩请李卫民吃饭 也是借李卫民 住在住京湾的机会 许多人理解不了李卫民的生活方式 贾超轩背后叫他 李克思 与贾超轩相比 李卫民是从上面派下来的 属于空降干部 在东周的根基 与贾超轩没法比 贾超轩是一点一点从基层干上来的 当过街道办事处科员 社区科科长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书记 区商业局局长 区长助理 区长 市建委主任 当总书记 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长助理 副市长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每一个台阶 都没有落下 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啊 贾超轩最大的特点 是关系下属 凡是跟过他的干部 无不以我是贾市长的人自据 机关干部大多数都知道 跟贾市长干活 不白干 贾市长这个人 知道下面人苦 有什么好处 从来不忘了大家 所以在机关干部中 贾超轩要比李卫民 有人缘 贾超轩认为 只要下面基础牢 上面再有人拽 则势头之路 光明无限 贾超轩回到东周 先向王元璋 汇报了花博会申报的情况 又向萧鸿林 汇报了香港之行 港商有意投资 北京花园之事 贾超轩 从这两个党政一把手的神态中 并未发现什么异样 心里平静了许多 看来 省里这次考察 不过是例行公事 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在东周 更没有掀起什么轩然大波 贾超轩回到了自己久违的办公室 惬意的坐在高背皮衣上 脸上一支烟 正想着心事 秘书顾怀远进来了 贾市长 刚才你去萧鸿林市长办公室时 陈府中打了电话 说一会儿过来 贾超轩醒醒 刚和这小子分手 又来干什么 他没说什么事 没有 两个人正说着话 有人敲门 顾怀远开门一看 正是陈府中 陈府中的表情略显紧张 与顾怀远打了个招呼后 很快就闪进了贾超轩的办公室 顾怀远觉得陈府中有点不对劲 像是出了什么事 但又猜不到是什么事 摇摇头 走出办公室 去秘书一处取文件去了 贾超轩见陈府中满脸堆笑的走进来 不太对劲 就问 陈府中啊 出什么事了 陈府中 谦卑的从皮包里拿出一把钥匙 大哥 萧伟在穷水湖畔开发了一片别墅 经法国设计师设计的 建的干TM好 我给你弄了一桶 这是钥匙 早就想给你 你老不在家 贾超轩接过钥匙颠了颠 不光这事吧 陈府中心虚的说 大哥 从香港回来我才知道 感情段于芬被人杀了 还有办公室主任叫刘可欣 副中 我回来后 邓大海就跟我说了 据说 手段极其残忍 老弟啊 这事不会与你有什么关系吧 贾超轩隐隐约约的觉得 陈府中是为辞事而来的 大哥 说哪儿的话 哎呀 咱现在有头有脸的 哪能干这种下三烂的事啊 是不是 啊 只是段于芬当时败款 确实为难过我 公安局找我了解的情况 也很正常 只是 行政支队的石村山 凭啥老解释我呀 啊 整几个便衣警察 跟他妈的特务似的 老在我家和北都大厦晃 嗯 你怎么知道石村山派人解释你 贾超轩冷冷的呗 大哥 老弟是在江湖上闯过来的人 哪条都是没有朋友 负重啊 你说实话 段于芬的死 确实与你没有关心 贾超轩目光如炬的看着陈府中问 大哥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我你都不信了 陈府中震惊的说 哎呀 陈府中啊 段于芬挡了你的财路 我怕你手下的人又犯老毛病 平时对海志强他们管得严调 啊 那小子啊 不是个省油灯 放心吧 大哥 海志强没有我的话 什么事也不敢做 陈府中 既然什么事也没有 公安局找麻烦也不怕 啊 什么时候 我请邓大海吃顿饭说说 贾超轩 无限畅往的吸了一口烟 一点点的吐着烟圈 烟圈越来越大 见而 消失无形 贾超轩觉得自己就在一个无形的圈子里 这个圈子里有一种场 像磁石一样挟着自己 无力摆脱 只好随着磁场转 越转越小 渐渐的 渐渐的深度近视镜后面 一双疲惫的双眼紧紧的闭上了 房间里传出了葫芦舍 夜深了 黑水河 在月光的映照下 从他那宽阔柔软的胸怀里 输出一口气 于是忘记了一天的暑热和烦恼 他像一位慈祥的母亲 对两岸所发生的一切 都给予谅解和宽恕 他静静的展开肢体 仿佛要准备入睡了 海志强 把奔驰车停在陈府中的别墅前 陈府中没有马上下车 他沉思半上道 这家 这段时间一定要小心 让弟兄们都卸散了 给他们拿点钱 让他们到南方散散心 需要回来时再回来 大哥 贾市长怎么说 海志强试探的问 贾市长怎么说 你不用问 把你该干的干利索就行了 陈府中不乃反的说 知道 大哥 海志强恭敬的应道 志强 记住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什么风浪咱们没经过 何况咱们还养着一批掌权的人 陈府中说完 顶上一支烟抽了几口 然后慢慢推开车门 陈府中走进家门时 林娟娟一个人在客厅里 正抹着眼泪 林娟娟见陈府中进来 赶紧擦掉眼泪 其身迎接 怎么了 陈府中把烟 按在茶几上的烟灰缸里问 没怎么 林娟娟显然有些怕陈府中 不对 明明刚擦干眼泪嘛 啊 我这个人 嘴脸像西域了 见不得女人流泪 陈府中一把搂住林娟娟 端详着林娟娟的欲脸说 中哥 白天去医院看我父亲 他的情况不太好 所以有些伤心 林娟娟无助的说 为了救父亲 林娟娟委屈自己 把身子给了陈府中 接触时间长了 他发现陈府中也有很脆弱的一面 经常在夜里 像个孩子似的被吓醒 嘴里不停的喊 娘 娘 娘 林娟娟心想 这是怎样一个男人 为什么会对娘这么依恋 慢慢的 他习惯了陈府中的冷酷 知道这冷酷背后 一定有常人没有经历过的落寞 唉 娟娟 你知道 你为什么能留在我身边吗 就只因为你这份孝心 想伺候我的女人太多了 但是 有你这份孝心的太少了 如今 红颜不再拨命 而是波情啊 现在的女人 只要有好处 就什么都不管了 你知道 我这辈子 就追求两大快感 一是花钱本身 而是对女人发泄的快感 不过 自从我俩睡过以后 你居然是个厨女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不瞒你说 不是一流的女人 我是不要她 不过 我从来没有拥有过处女 你是第一个 你是不是想说我是个流氓 对 我是一个流氓 漂亮的女人 永远是我这种流氓的猎物 不过 既然跟了流氓 与其跟小流氓 不如跟我这种大流氓 除了跟我这种流氓以外 还有一条路 就是跟有头有脸的衣冠禽兽 比起这种人 我觉得我要坦白 这就叫 五十五脚百步嘛 陈副忠滔滔不绝的说完 捏了一下林娟娟的脸蛋 林娟娟听得性眼圆争 英纯微章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如此江湖的奇谈怪论 他被陈副忠彻底征服了 忠哥 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林娟娟好奇的问 结婚 陈副忠愣了一下说 在这个世界上 我只爱一个女人 这就是我娘 她老人家 为了不让我饿死 自己却饿死了 陈副忠说到这儿 顿了半上 继续说 在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时候 人就像狗一样 会吃人 而狗不会吃狗 所以 有人骂人是说 你连狗都不辱 哼 那纯粹是对狗的侮辱 绝绝 你没挨过饿 你不懂 凡是挨过饿的人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成为盲流 要么成为流氓 你愿意嫁给我这样的流氓吗 我只知道没有你 我爸早就死了 林娟娟低着头说 那是你用肉体换来的 没有哪个女人 能忍受自己的丈夫 每天都在换女人 娟娟 哥今天情绪好 去拿瓶洋酒 陪我喝两杯 陈副忠脱下T恤衫 往沙发上一张说 拿什么牌子的 林娟娟在酒柜前 不知所措的问 啊 随便 反正都是他妈的苗语 我也看不懂 贾朝轩 斜靠在床上 等着雍正王朝 看得正起劲 韩立真 端着一杯热牛奶 推门进了卧室 朝轩 累了一天了 怎么还不睡啊 韩立真 把热牛奶 递给贾朝轩问 啊 立真啊 不看雍正王朝 不知道 原来 我身边缺一个 巫私道啊 贾朝轩 醋没叹道 朝轩 是不是你身边的人 你们留神呢 我看丁能通 顾怀远 都是身藏不漏的人 韩立真 与萧红林的老婆 关蓝心不一样 这个女人 要是生活在 刘邦的时代 就是吕浩 生活在唐朝 就是武则天 心不仅比天高 而且主意也正 是贾朝轩的 先内珠 贾朝轩在北京 与许多大人物 搭上关系 都是韩立真的功劳 而且韩立真的心肠 也不像一般的小女人 整天看着老公 像个醋坛子 韩立真 对贾朝轩 与女人的关系问题上 从来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比如 贾朝轩 与苏洪秀的关系 以韩立真的精明 不会不知道 但是 韩立真 从未发过难 韩立真心里有书 贾朝轩 能搞多少女人 也离不开他 他实际上 就是贾朝轩的 女巫私刀 嗯 那真啊 顾怀远这小子 我心里有书 有才行 只不过 比我当秘书 不敢张扬 在我面前 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不过还得力点 迪能通这小子 不白给啊 你从他和我下围棋 就能看出来 啊 拿你的滴水不漏 保证三局两胜 而且 输的两局 都让我赢得不清楚 这个人的心机 在我和萧红林之上啊 只是这小子 是萧红林的人 不好交底啊 朝轩 我倒觉得 你身边不缺乌私刀 而是缺个孙家干 那可是大清朝 不可多得的名臣 耿直不恶 铁骨铮铮 李战 当今官场 已经容不下孙家干 那样的人了 有那么严重吗 我看李卫明 就是东周的孙家干 人家在老百姓中的口碑呀 比你强多了 在韩立真心目中 当然希望丈夫能如日中天 然而他知道 丈夫确的正是李卫明 无欲则刚的精神 李战 我始终不相信 李卫明真的那么干净 教徒散苦 我总怀疑他还有我 他和我都主管成见 我就不信 他真是什么连接的官 李战 我回北京后 你找一下副众 让他派人 给我盯着点李卫明 想办法弄到点真东西 李卫明要是抱出 假连接的冷门 未来的东周 必然是我假朝宣的 陈复中觉得自己遇到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在陈复中的别墅外边 以及他的集团大门口 总有他所谓的条子晃来晃去 看来公安局真的要盯死他呀 这舍得陈复中 不由他担心起来 怎么办 哎 他买了一套房子 送给了假朝宣 用曲线救国的方式 跟假朝宣 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在假朝宣的百般逼问之下 陈复中 依然没有说出来 就是他杀的段玉芬 在政治的舞台上 每个人都想用尽浑身解数 让自己在舞台上的表演时间 尽量长一点 让自己的表演尽量精彩一点 博得更多的掌声 假朝宣也不例外 他在床上 读着一本雍正王朝 看过雍正王朝之后 他非常感慨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身边 却一位乌司道一样的人物 但是他的老婆韩丽珍 更认为他应该拥有一位 像孙家干这样的功臣 假朝宣太了解官场了 他从街道办事处 一点一点的爬起来 每一步都运筹帷幄 他错误的认为 台湾的百扬说的对 中国人是丑陋的 对待这样的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请奸入翁 但还有外力 以为中国人除了物质的四大发明外 还发明了精神的四大发明 那就是太监 小小 八股 大鞭子 假朝宣这些观点 早就给韩丽珍说过 虽然夫妻所见略同 但是韩丽珍还是希望丈夫成为政治家 而不是政客 朝宣 当选副市长的时候 你和李渭民的票数一样多 要不是他退出进选 你也不一定当上这个副市长 按你的说法 我这个副市长 还是他恩赐的 他不也因祸得福 不然能搭上市委副书记吗 排名也排在我前头 甲朝宣不以为然的说 哎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你们俩这个扣 一解不一解 韩丽珍最懂得富贵弃荣的道理 他现在 与假朝宣誓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常言到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他不希望丈夫数太多的政敌 放心吧 夫人 我现在处处都让他一步 处处都尊重他 当官知道 我还是懂的 正所谓 做官先做人嘛 这就对了 你们俩年龄相当 都有拼命三郎的美欲 应该合起来做点事 这样 对你们两个都有好处 老婆 我看你这个医院院长 当的都快成政治家了 我哪是什么政治家 在我心中 你和儿子就是我的事业 李贞啊 北京王老那儿 你抽空还得多走动走动 关键是个 老爷子说一句话 可够我收拥半辈子的呀 你放心吧 王老的糖尿病 我请咱们省祖传名医 给配的中药胶囊 吃的效果非常好 只是你在党校毕业前 去拜访一下更好 准备点古玩什么的 老爷子好玩 一般的东西拿不出手 丁能通倒是跟我说过 一个玩古董的玩家 手里有一幅 价值不菲的名代永子围体 估计老爷子能看上眼 那还不抓紧办 那好 回北京后 我就办 醒来 太累了 睡吧 哎呀 这有点累了 石存山 是从医学那儿知道 丁能通回东州的 石存山有一肚子苦水 想跟老同学道道 所以一大早就把车停在了丁能通家的楼下 丁能通昨天晚上睡得晚 正所谓小别圣新婚 给医学交公粮是在所难免的 因此快到十点了 两口子也没起床 医学对石存山一大早来打扰 很不满意 一年到头难得与丈夫温情几次 好不容易在一起睡个懒觉 石存山一会儿打电话 一会儿按汽车喇叭 气死人了 但是医学一想到端玉芬的死 气就消了 他理解石存山 石存山是一个硬汉 也只能在丁能通面前诉诉哭 估计 石存山内心痛苦极了 医学催着丁能通起床 赶紧给他热了杯牛奶 丁能通洗涮完毕 一口气把一杯牛奶灌下去 拿了两片面包就出去了 石存山的桑塔纳一直往穷水湖方向开 公路下就是滚滚滔滔的黑水河 河两岸所有的高杆作物正在出碎土荫 玉米 高亮 骨子 长得七爽爽的都已冒过了人头 各种斗类作物都在开花 空气中 弥散着一股清淡芬芳的香味 远处的山坡上 杨群正在下沟 绿草丛中滚动着点点白色 石存山目视前方 车开得很快 仿佛要逃离这个肮脏的世界 孙杨 案子有眉目了吗 丁能通打破沉默 开门见山的说 石存山半晌才说的 那头 查不下去了 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有大人物干扰办案 连邓副市长 都有点吃不消了 石存山痛苦的紧锁眉头 存山 其实 一份出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听我说 做人不能太原则 太死心眼 你是说玉芬打了人家的财路 村山 你的性格和玉芬真相 既然案子复杂 你也要多加小心 楊通啊 只为我活出去了 一定要破这个案子 为玉芬报仇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找你来 就是要你帮忙 你是市长秘书出身 又是住金办主任 可以接触到大人物的私生活 你帮我密切注意一下 贾朝轩与臣府中的来往 有可疑的地方 一定通知我 村山 你疯了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你都敢监视 能通 别忘了 玉芬曾经深深地爱着你 石村山刚说完 迎面到了高速公路收费扣 车缓缓地停在收费扣 石村山按下玻璃准备交钱 却发现一辆红色的宝马车 缓缓停在乡邻的收费扣 石村山发现 贾朝轩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开车的好像是个女人 两辆车几乎同时交完费 驶出收费扣 驶上高速公路 那托 贾朝轩坐在前面那辆红车里 咱们跟着这辆车 看看贾朝轩去哪 村山 那辆红车我认识 是苏洪秀的 啊 苏洪秀 难道贾朝轩与苏洪秀 石村山惊异地问 怎么 也有你这个刑警支队支队长 不知道的 哎 这他妈的道貌啊人 能总 你小子得小心点啊 整天跟这伙人混在一起 说不定哪天就绞进去了 下了高速公路 便进入了穷水湖风景区 红色宝马 沿着湖畔路 缓缓前行 石村山的桑塔纳远远地跟着 穷水湖波光淋漓 蒲草连天 湖水轻轻拍打着地暗 发出有节奏的哗哗声 吹柳 在微风中烂泱泱的飘动 山坡上树木森森 一条小柏油路 曲径通幽地 深入穷水花园 这就是萧红林的儿子 萧伟开发的高级别墅区 约有上百栋 红色宝马在穷水花园前停了一下 保安行了军力 红色宝马 驶入花园 石村山的车 赶紧尾随过去 保安刚要来 石村山说 和前面一起的 车没停 便跟了上去 只见红色宝马 缓缓驶到一栋 位置极佳的豪华别墅前 贾超轩 戴着黑墨镜 从车里钻了出来 很快 苏洪秀也下了车 两个人手牵着手 钻进了别墅 弓处啊 知道这栋五号别墅是谁的吗 谁的 陈副忠的 哦 你怎么知道 别忘了 玉芬的死最大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陈副忠 看来 你一直在监视他 弓处啊 东州有这样的市长 老百姓能过好日子吗 石村山说完 踩了一下油门 车轮与柏油路地面 迅速摩擦发出尖锐的叫声 车飞速逝出穷水花园 哎 孙山 路边小饭店 一家比一家好 我饿了 咱俩吃火鱼吧 啊 好啊 哎呀 我俩好长时间 没痛痛快快的喝了 石村山 把车停在湖边 一个叫 湖畔活鱼馆的小酒店 两个人在湖边的凉棚下坐下 丁灵通点了两条爱吃的鱼 石村山 要了叫小烧的 当地特产白酒 两个人 你一杯 我一杯的 喝了起来 酒到憨处 石村山 不客气的说 这 灯灯啊 我觉得你变了 不是那个在大学时 积极向上 热情善良 聪明一些的老同学了 孙山 我知道 你现在对我的活法 有看法 说实在的 我对你的活法 也不敢苟同 都什么年代了 还满口原则 主义的 无论干什么 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当工人 当老师 都是养家糊糊口 挣工资吃饭 当干部 就成神了 就成公仆了 难道你干这个刑警 支队支队长 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扯淡 每个月不给你 发工资 行吗 孙山 你和玉芬犯一个毛病 什么事 太认真 跟你说句实话 在东州官场上 我佩服一个人 就是市委副书记 李卫民 我承认 他是个好官 可是一个李卫民 能免几个丁 俗话说 狮子多了不怕养 屎干了不臭 我为啥要当这个 驻京派主任 说实话 我离开萧市长之前 要去市公安局 当局长 也不在话下 可是别看你 整天打打杀杀的 你见的死尸度 我见的行尸度 行尸走肉 你懂吗 我不怕你笑话 我就相信 世责生存 我在诸京派 更容易看清 宫州的事 这叫旁观着听 我告诉你 萧鸿林 甲朝宣 李卫民 还有他妈的袁锡犯 早晚得建个高地 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 我在北京 善告皇帝远 就是不愿意 搅到是非窝里去 孙山 我劝你 办事 别太死心眼了 小胳膊 拧不过大腿 啊 如果周围都是坏人 就你一个好人 好人也成坏人了 我丁能通也有原则 就是同流不合乌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识鞋底的 但是我保证 不识鞋帮 难哪 太阳升起来了 黎明却死掉了 亚当都堕落了 我们还能清白吗 来 干 丁能通借着酒精 卡了一阵子心里话 说得师孙山气得 满脸通红 嘴唇都紫了 丁能通 你说的是人话吗 按你的意思 一分的案子就不破了 白死了 还屎干了就不臭了 不臭也是屎 我看你现在 就像一坨干屎 你放心 像李渭明那样的好官 是大多数 远了不说 副市长邓大海 就是这样的好官 我师孙山官不大 但也是以李书记为榜样 做人做事的 早了有一天 冲当黑社会 保护伞的腐败分子 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劝你小子 加点小心 啊 助经办就是个大染缸 你没听人家说助经办 也叫助经办吗 助从得助啊 还什么山高皇帝远 别忘了 北京城就是黄城根 谁不知道 你这个助经办主任的工作 就是陪领导打牌 喝酒 买字画 玩古董送礼 俯视国家部委私局领导 将礼品不露痕迹的送上 礼物不再贵 贵了给人家添麻烦 啊 也不能太便宜 关键是同其所好 还有就是接鸡送鸡 安排好吃喝拉撒睡玩 家属去了 还得安排购物 要让人家高兴来 高兴去 我问你 你做了三年助经办主任 去了多少次长城故宫 我估计你自己也记不清了 不赔行吗 石村山毫不客气的一阵挖苦 石村山 丁能通有点恼了 我好不容易回趟东周 见你一面不容易 我可不是专程回来 替你挖苦我的 石村山笑了笑 还了还语气说 能通 不是好朋友 不会这么坦诚的说话 你别怪我 自从玉芬被害后 我一直心情不好 算一算 能够倾诉的朋友 只有你了 村山 我知道你心里苦 可是我更担心 你成为第二个段玉芬呢 其实我一直想做一个 清正廉洁的助经办主任 李宗武在他的厚黑学自序里说 最初 民风魂谱 不厚不黑 忽有一人 又厚又黑 众人 必为所致 而独占优势 众人看来 争相效仿 大家都是又厚又黑 你不能致我 我不能致你 独有一人 不厚不黑 则此人 必为接人所信仰 而独占优胜 比如商场 最初商人 尽是货真价实 忽有一脉假货者 掺杂其间 此人必大转其间 大家 争效仿 全市都是假货 唯有一家货真价实 则购者云集 始终不衰不败 就对 我是想做货真价实的 助境办主任 而不是叫做又厚又黑的 助境办主任 能夺 你这么想 我就放心了 咱们都是郁芬的同学 朋友 一定要为他报仇 你接触臣服中比较方便 帮我密切注意他身边的人 一旦发现可疑技巧 立即告诉我 我只求你这一件事 怎么样 石存山说完 凝视着丁能通 目光里充满了期待 丁能通 从东周回到北京后 立即召开 助境办领导班的会议 研究的议题有两个 一个是 房地产开发 必须马上上马 二是 全力准备迎击港商 水尽红 会开到一半时 丁能通 接到了刘凤云的电话 询问保姆的事 找得怎么样了 丁能通赶紧说 好了 这两天就过去 散会后 他马上给金然然打电话 两个人约好 在燕山大学门口见面 金然然从大学门口出来时 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 打扮得朴实无华 简单大方 丁能通快认不出来了 粉带不失 就像纪委的女干部一样 丁能通一边开车一边问 然然 还生哥的气吗 卡奈基夫人说 那些远离成功的人 总是随随便便的 找一份工作 稀里糊涂的结婚 急切的想改变现状 但心里的目标 非常模糊 哥 我不能做这样的女人 我心里已经有了目标 所以我接受你介绍的这份工作 哎呦 丁能通听后心里一惊 心想 这个女孩不得了啊 刚毕业就如此功于心境 兰兰 你的目标是什么 嗯 这是我的秘密 不能告诉任何人 哦 也包括我 当然 不过 早晚有一天 你会看到我成功的 兰兰 在这个世界上 最真实的感觉就是活着 成功之后 还得活着 哥 既然活着 就应该活出个人样来 哈哈哈哈 丫头 你有这份志气就好 说完 丁能通急踩油门 车向方嘉兰方向驶去